实在是好扯 再来看这些民众收到家里的电费账单的时候 应该有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离谱了 上千万的电费到底该怎么用才用得到呢 不过最近有不少宜兰跟高雄的民众 就都收到这样上千万的电费账单 有一家这个四合院的四户人家 他们电费还总计两亿多呢 到底怎么一回事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台电百物龙 家住高雄的老太太拿出这其家里的电费单 每张都要六千多万 吓得直说太夸张 更扯的是收到巨额账单的不止老太太 就连隔壁巷邻居也收到了 政府不敢跟我说的 我听的代表人来的人都很英 冷气吹 现在是不是都点那些都会赌骨的 不仅高雄民众直呼夸张 宜蘭的吴先生平常电费才几百块 一下子跳成几千万 还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你还算真的有算不对吗 有啦 我算十八遍的 还有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七千万块五块 要说出来是怎样 我说出来是怎样 我说出来是怎样 我家里还没了 看着账单吴先生想不透 家里只有一班电器跟神明厅 哪来用这么多电 大乌龙民众还能够察觉 但要是差个几百块几千块 岂不是要民众白花冤枉钱吗 难怪民众气得要台电给个交代 明星新闻综合报道